网友见面千万要小心 W头一回奔现 对方竟被一个麻袋套住 那腹白长腿开始缓缓伸向W 头经鼻子脚气的味道愣是没把他熏死 蹭上W鼻血后 脚趾就在窗户上写道 点赞三个大字 暗示着屏幕前的你们 想看世界杯就得动动手指 如此诱人大白腿看到W很是四五六 当对方站起来后 上半身却被麻袋裹得严严实实 我的天 这下半身有多迷人 上半身就得有多恶心吧 但凡想知道他长啥样的 都没有好下场 故事起初 W只是螺丝厂打螺丝的小工 但老板看到骨骼惊奇 四肢发达 是个好苗子啊 便对他如亲人般照顾 还特地将自己刚满18岁的妹妹介绍给他 看着这照片 W恨不得就地拔出烧火棍 因为这是他30年来 见过最漂亮的姑娘 赶紧吧 那就安排见面 结果隔天一看 他直接傻眼 一个连接着66米管子 还被麻袋套住的玩意 甚至不清楚是男是女的怪物 就是老板的妹妹 这照片属实有过离谱的 老板解释说 妹妹比较害羞 第一次见生人 想要露脸也可以 见面里要个20万 我去 还明码标价了 没问题 W下一秒就掏出支票 用20年打螺丝攒下来的积蓄 让老板放心将妹妹托付于他 交接完成 妹妹换上貂皮短裙 红色横天高 外夹着大白腿 W被这气质拿捏得稳稳当当 回家路上 W眼看八方 四处瞄当 这论谁来开也是个危险架势 再多看两眼 这大腿根还跑出只青色螳螂 而马带女居然还能呼呼大睡 但这葫芦声也确实有点变换 等W意识到不对劲时 事情已经为时已晚 W花下20万重金 娶下名女王又 但她下半身是大白腿 上半身却被马带包裹 W怎么也没想到 马带女刚被带回家准备733 她就开始挣脱逃离此地 马带妹前脚疯跑 W后脚紧追 可意外就此发生 马带妹一不小心摔进河里 W顺手就用树枝营救 但结果 她也被这条大长腿拽进河流 两人就地来了场鸳鸯鱼 看到W狼狈的样子 马带妹居然还非常四五六 竟发出嘅嘅嘅嘅的小声 这到底是个啥种类 W是真的被吓傻了 两人全身湿透 W立马拿了身衣服给对方 借此还可以瞧瞧她到底长啥样 就你这小心思 马带妹一眼识破 立马就用美腿开始猛踹W 被双腿不断地游领下 W终究还是败到在她十六群下 三秒过后 W终于有了偷瞄的机会 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马带里居然掉出一坨麻婆豆腐 与此同时 马带妹全身发疯不停地抽搐 突然一下哈士奇附体 将屋子里所有物体砸了个稀碎 完事后 刀刺着双腿气愤离开 面对着只喜欢她没腿的男人 她决定离开 回到娘家 还是哥哥对她好 不仅会亲自帮她洗 洗累了 还拿上棒锤安慰 隔天 W也患上了幻想症 路边见到有麻袋 也情不自禁地想要打开看看 接着她发现 墙上的广告照片 居然和麻袋妹照片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 一根针刺向她 转过头 原来是麻袋妹 W察觉不妥 赶紧开溜 这麻袋妹到底要干嘛 女人被绑成麻袋 当成沙包 男人手持木棍就猛敲 一边打 还一边追 直到铁棒都被干碎 她就直接上拳头 打着打着 麻袋里弹出刺刀 W到底不起 里面居然隐藏暗器 手臂被割伤 麻袋妹就用眉腿写下 继续两字 这时脑子被打傻了吧 W搬起石砖 想要就此了断 但眼前这腐败大长腿 结果手一滑 爱好生撕心裂肺 但在她的眼里 只有这双眉腿 才被保留下来 接着她抄起木棍 决定把麻袋那部分 彻底清除 鸡棒走呼下去后 直到没有一点声音 可到了深夜 W竟发现 麻袋妹死里逃生 跟个狗皮高药般甩都甩不掉 即使被W推下悬崖 麻袋妹依旧阴魂不散 重新找回W身边 看情况不妙 她赶紧逃到废极仓库 但麻袋妹手臂就像倒航 很快便找到W 此时她敞开心扉 表示并不想伤害对方 只是想单纯的抱一抱 可W死不罢休 就想着钻进麻袋一探究竟 完蛋 W满脸受伤 竟然还露出幸福笑容 看来麻袋里面不仅很危险 还可能藏着位漂亮妹子 下一秒 麻袋妹松开绑绳 敞开大门 W瞬间沦陷 直接补习了生物知识 直到大伙都不喜欢看 我们跳过八秒 最后两人如同母螳螂 慢慢吞噬伴侣 此时哥哥找了上门 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见怪不怪 毕竟帮妹妹毁尸灭迹 已经是数不胜数 看着W生前留下的眼镜 麻袋妹终于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第二天螺丝场 又开始招聘员工 学历不现 无需经验 只显年轻男性 这哪是招聘员工 分明就是给妹妹找下一任苦粮 所以麻袋里到底藏着什么 千万不要去搜索 别怪小陈没提醒你 知道真相的我 差点睡不着觉 如果给你这样的没腿 你会选择爱上他吗 我是小陈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